沈阳市的所属曲线将全面实行免费婚检 相关统计资料表明 2006年 沈阳市各区新人平均参加婚检率不到10% 也就是说 每10对新人中参加婚检的只有一对 如此低的婚检率 直接导致了新生儿的缺陷率上升 按照2003年以前 我们的婚检率是在百分之九十几 那么2004年以后 我们的婚检率一下子降到了百分之几 从2005年的监测看 沈阳市的新生儿的缺陷率 已经上升到了万分之113.43 就大大的超出国家应该控制的标准 作为控制遗传疾病的第一道关卡 婚检的重要性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在全市推行政府买单来进行免费婚检 已经是势在必行 我们现在呢 一个就是要加大他的宣传力度 让人们的这种健康意识不断的提升 同时呢我们呢 还要这个从民政部门 卫生部门 基生部门相互配合 婚检采取这个免费的这样一个措施之后 我们觉得呢 作为我们民政部门 要配合卫生部门 把这件事情把它宣传好 把它落实好 据初步的统计 2007年 史阳市将为这份 为全市新人们送出的大礼 支出超过500万 这会不会给各区级政府 带来财政上的压力呢 不进行婚解 导致呢 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 他的出生缺陷加大 那么政府的损失还是非常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政府和个人都有损失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政府买单 来有一些为民办一些实事 我觉得这是政府也是在考虑之中 免费婚检在大东区 已经在一年前掀西试点 工作人员认为 婚检虽然免费了 但真正要其发挥作用 还要有赖于新人观念的转变 免费婚检体检的效果呢 并不是很理想 一个40的新年 我们建议 就是你珍爱自己 也珍爱对方 把积极主动的参加免费婚检体检 你耽误了一到两个小时 那么换来一生的幸福 我们也非常的值 小卢和小刘一趟婚检下来 也只花了不到两个小时 看着新人满意而归 工作人员也由衷高兴 就是说现在不发钱 你说为啥不来都捡来的 对不对 免费还是 免费婚检从3月8号 也就是明天开始呢 正式实施 所以希望大伙能够好好把握 这一份礼物 咱们往大来说 是为了全社会的未来 那往小老师也是为了 自己的家庭幸福 好的 先进一段广告 之后是一只冷暖 彩平手机298 支付信息送到家 如意即向大家联通 中国联通 辽宁分公司 美丽女人花 美丽女人花绽放女人节 3月8日至11日 葱伴侣豆瓣酱 好吃的奖 葱伴侣 大家庭第四届妇女大会 欧波莱 欧莱雅 玉兰油 共享大厅 联媒演绎 美白盛况 3月7日至11日 化妆商场 新龙卡大升局 100等于120 达额再送礼 立入空前 大家庭第四届妇女大会 强劲电脑的新 英特尔库瑞2双核 百姓放弃药品牌 白云山阿墨西林 百姓放弃药品牌 白云山阿墨西林 三八节铁柏金店推出 女人花系列套饰 每套298元 18K金装柜 3.8折 购买398元加29元 即换好运戒指 铁柏买金 终身放心 三沟老角 非凡公益 香醇百年 一杯三沟 一百年 三沟酒夜 新龙黄金半年好运 新龙黄金屋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一只冷暖新北方 大家好 我是刘盈 这两天啊 在东北三省各大的新闻 以及老百姓的口头上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可能就是暴雪这两个字了 因为受到一股罕见寒潮 南方的气旋 以及1969年以来最强历次风暴潮的影响 正月15啊 这场56年未遇的大暴雪 在袭击了最靠沿海的辽宁之后 路径转北了 在正月15的夜间到正月17 也就是一直到昨天 又先后给我们北边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同样带来了56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大暴雪 那从这张东北三省的卫星摇杆积雪监测图中呢 大家可以看出目前东北三省80%以上的区域呢 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 那其中呢 黑龙江省呢 这个暴雪呢 是持续时间最长的 达到了近两天 那降雪量呢 也是相对最大的 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 黑龙江省有33个城市和县区遭到了暴雪 那最大的降雪量是达到了50多毫米 东部的平均积雪深度都是在40厘米左右 那最大的积雪深度呢 甚至是超过了一米 基本可以达到我夜下这么高了 导致了牡丹江 基西 七台河等地的交通完全受阻了 四个车次的火车停运 中小学生放假 那东宁县呢 是有156个温室大鹏倒塌 在吉林省呢 暴雪是持续了一天 降雪量是跟辽宁差不多的 有34个城市呢 和县区遭到了暴雪的袭击 最大的降雪量是近56毫米 那最大的积雪深度呢 是比辽宁还要深 达到了60厘米 其中辽原市和吉林市的中小学生呢 也因为暴雪而放假一天 那辽原通跨白山等地的农业设施呢 损坏是相当严重的 今天我收到最新的消息说呢 因为受到了另一股高空冷空气的影响 在本周五和周六两天啊 东北三省可能还会有一次降雪过程 这次呢是以吉林省为中心了 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雪的天气 局部地区啊甚至还有暴雪 那黑龙江呢是有小到中雪的天气 辽宁雪量是最小了 将会有一场小雪或者是雨加雪的天气 那明天啊 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呢 暂时还是持续着晴有时多元的好天气的 南风轻柔 那大部分地区呢 下午的最高气温一般都可以达到零上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还是一起来看看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各地的详细天气情况 沈阳晴零下16到30摄氏度 大连晴零下2到50摄氏度 安山晴零下9到30摄氏度 福顺晴零下18到零下30摄氏度 本溪晴零下13到40摄氏度 丹东晴转多云零下7到20摄氏度 锦州晴零下9到40摄氏度 银口晴零下7到20摄氏度 复兴晴零下10到30摄氏度 辽阳晴零下15到10摄氏度 铁岭晴零下9到50摄氏度 朝阳晴零下10到50摄氏度 盘景晴零下10到20摄氏度 葫芦岛晴零下5到50摄氏度 上学不耽误 吃饭有着落 回到课堂 学生挺高兴 比较想回在家 大家太没意思了 还是学习 今天来高兴吗 比较高兴 学后第四天 公交基本顺畅 车速稍慢 乘客能理解 那是学校呢 车比较少 比较慢 可以理解 啤酒提醒您 来瓶雪花啤酒 精彩稍后继续 娃哈哈营养快线 纯正果汁 香楼牛奶 食物种营养素 一步到位 新年限贺礼 接待有惊喜 娃哈哈营养快线 征扬新时代女子医院 女性健康 专业医疗机构 电话232446 爸 造一个剧 要出现三个轻松 我不会 我爸用神舟型轻松卡 没月租 要多轻松 又多轻松 轻松 萨 神舟型轻松卡 我看行 哈啤冰醇 米也重 情也深 过年就喝哈啤冰醇 哈尔冰啤酒 祝辽省人民 节日快乐 何家幸福 彩庭手机298 支付信息送到家 如意即向大家联通 中国联通 辽宁分公司 雪花啤酒提醒您 畅吟雪花啤酒 新北方精彩继续 这里民生新闻 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 受到了这一场暴风雪的影响呢 雪阳全市中小学周一周二是连续两天停课 这在雪阳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今天是恢复上课的第一天 还这么的求学之路平坦吗 这场暴风雪已经让雪阳市的中小学生整整停课两天了 那在全市各个部门和市民的努力下 雪阳市的交通状况也是逐渐恢复起来了 今天是中小学生上课的第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所中学的门口呢 已经有大批的学生进入到校园里 早上怎么过来的 走过来的 平常也走吗 平时是在家骑车